我们现在讲隐含数的偏导数 就是implicit differential 什么是隐含数 例如说fxy等于0给出一个函数 给出y和x的关系 可以写成y是x的函数 那么怎么样去找 怎么样去计算 dy dx 当然这个我们在一元函数里面 我们已经看到了 我们的求法 那么我们的求法是两边关于x求导数 两边关于x 在这里是直接两边关于x求偏导 那我们可以形成这是fx 加上fy乘上dy dx 两边关于x求偏导 把y看成x的函数 那我们就得到dy dx 这是等于负的 fx除以fy 当然这里我们要求fy不能等于0 这是第一种 那么第二种情形 如果是fxyz等于0 给出的是z等于 z是xy的函数 那怎么样去找 z关于x的偏导数 和z关于y的偏导数 那我们两边关于x求偏导数 就是得到的是fx 加上fz 那么偏z 偏x 这里用的是复合函数 就是用的是电视法则 那我们得到的是 偏z 偏x 偏x 是等于负的fx 除以fz 这当然要求fz 不能等于0 两边关于y求偏导数 那就是fy 加上fz 再乘上偏z 偏y 这个等于 那我们得到的偏z 偏y 是等于负的fy 除以fz 那只有fz 不等于0 那这两个公式是成立的 好 那这是一个函数的情形 我们来先看两个立体 好 第一个立体 如果是x立方 加上 y的 立方 减上6xy等于0 那么怎么去 计算 dy dx 那从这两个公式 我们就知道 我们只需要 算出fx和fy 就知道了 fx是3x平方 减上6v 而fy 是3y平方减6x 所以 dy比dx 这是等于负的fx 除以fy 所以是负的fx是3x平方减6y fy是3y平方减6x 我们可以把3除掉 然后交换一下 这是2y-2y-x平方 这是y平方减2x 这是4y平方减4x平方减4y平方减4z 偏Z偏X和偏Z偏Y 根据我们的公式 Fx是2X Fy是2V Fz是等于2Z减4 所以偏Z偏X 是等于负的Fx除以Fz Fx是2X Fz是2Z减4 所以可以写成是负的X除以Z减2 而偏Z偏Y是等于负的Fy除以Fz 负的2Y除以2Z减4 这个是等于负的Z减2分之Y 那我们现在求的是一阶倒数 实际上我们还可以求二阶倒数 二阶倒数 例如说我们偏Z偏平方Z偏X的平方 关于X的二阶偏倒数 那实际上我们只需要对一阶倒数 再求一次倒数就可以了 那这里我们是负的 好 Z减2的平方 分子的倒数是1 好 乘上Z减2 减去分子乘上分母的倒数 分母的倒数是偏Z 偏X 那么如果出现了这等于二阶偏倒数 那只要把这个一阶偏倒数 再用前面的一阶偏倒数带进来就知道了 那在求二阶偏倒数的时候 一阶偏倒数里面的Z 还是堪称X的函数 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 好 这是Z减2减去X 偏Z偏X是Z减2分子负X 这是Z减2的平方 所以结果是负的 Z减2的平方 我们把分子分母同时乘上Z减2 所以把这个 这分子里面 Z减2的那个分式 也叫分子分母同时乘上Z减2 所以这是Z减2的平方 减去X平方 这是Z减2的立方 是X平方减去Z减2的平方 这是Z减2的立方 如果是求高阶偏倒数 那么我们一阶偏倒数里面的这个Z 还是堪称X为的函数 这是我们以函数求到的方法 当然还会如果是出现有方程组的情形 如果说FXYUV等于0和GXYUV等于0 那我们怎么样去求偏U偏X 偏U偏Y和偏V 偏X偏V偏Y 它的做法是一样的 我们两边关于X求偏倒数 那我们可以得到的是FX加上FU再偏U偏X 加上FV偏V偏X等于0和GX加上GU偏U偏X 那在这里面我们去找出偏U偏X偏V偏X 实际上可以写成FU偏U偏X加上FV偏V偏X等于负的FX 然后是JU偏U偏X 然后是JU偏U偏X 然后是JU偏U偏X加上JV偏V偏X等于负的GX 我们解这样的现有方程组 那关于Y的偏倒数呢 我们解释是JU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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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是JU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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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偏U偏U偏U辣 4以6 那我们去解,这个变成FU偏U偏Y,加上FV偏V偏Y等于负的FY, 去解这样的线性方程组,当然解这样的线性方程组,我们有一个要求,要求是什么呢?要求是这样的线性方程组要有解的话, 就是FUGV减去FVGU,这个要不等于0,用解线性方程组,我们用消源法,像我们把第一个乘上GV,后面乘上第一个方程乘上GV,第二个方程乘上FV, 那么一减的话,要等于0,这是FUGV,这是GUFV,偏U偏Y,那么这个我们就是一定是,这个是我们偏U偏Y的系数, 和偏U偏U偏X偏U偏U偏Y偏U偏U偏V,他们的系数,那么把系数要除过去,它一定不能等于0,这是我们的要求。 好,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个例题,那具体,它的公式我们就不推倒了,因为这个公式看起来也挺复杂的。 如果我们学了这个线性带数以后,倒是可以给出它的一个公式,但是对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直接求导,反而还直接去解线性方程组,反而还快一些。 例如说我们这是第几个例题了,好,这是第三个例题。 如果说是,如果说是XU减去YV等于0,和YU加上XV等于1,这样的一个方程组。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说偏U偏U偏X,偏U偏Y,偏V偏X和偏V偏Y,那求法,我们想第一个题里面,我们两边关于X求偏导数, 就得到了U加上X偏U偏U偏X。 好,我们直接看。 选拥P恤, X,Fv是等于负Y,和Gx是等于V,Gy是等于U,Gu是等于Y,和Gv是等于X 所以我们得到的是,Fu乘上偏U偏X,加上Fv乘上偏V偏X,是等于负的Fx,和Gu偏U偏X,加上Gv偏V偏X 这是等于负的Gx,所以这个方程组,Fu是X,偏U偏X,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两边求导,再加上Fv是负Y偏V偏X,这是等于负的Fx是负U 第二个是Gu是Y偏U偏X,Gv是X,然后偏V偏X,负的Gx是负V,那我们去解了 偏U偏U偏X,那我们同时在第一个式子里面乘上Y,第二个式子,我们先看这边啊,第一个式子里面乘X,后面一个乘Y 那就是X平方偏U偏X,再减上XY偏V偏X,这等于负的X乘上U,第二个乘上Y就是Y平方偏U偏X,再加上XY偏V偏X,这是等于负的YV, 好,两边一相加,就得到X平方偏U偏X是等于负的XU加上YV,所以我们得到偏U偏X是等于负的XU加上YV,除以X平方加上Y平方 那么我们在第一个式子里面乘上Y,第二个式子里面乘上X,然后再相减第二次,第一次就变成X平方加上Y平方偏V偏X,相减的话 这个第二个式子乘上x就是等于负的xv加减去负的xv第二式减第一式 那么再加上yu 所以我们得到的是偏v偏x是等于负的x平方加上y平方 这是yu减上xv就是用这个方式 那另外两个我就不再去求解了 它也会有一个公式 但是这个公式通常来说我们需要用到线性代数的指示 这里我们就不再去多说 那么做法是一样的 是两边同时对x求偏倒 两边同时对y求偏倒 然后在方程组的情形 无非就是解个方程组 而只是一个函数的话 也就是说解一个方程就可以了 好了 那对于这个影函数的偏倒数 我们就只讲这么多 好 好